我們今天真的不會教中國人 我們只會學了一套教外國人的方法 來教自己的小孩子 我跟你講 對別人 對自己要分清楚 你是最棒的 還勉強可以 我是最棒的 先去玩了嘛 最棒的只能拿來說別人 絕對不能說自己的 說自己 有幾個後果 我分析給各位聽 各位 你去求神拜佛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點了香去拜 菩萨 你讓我這一次升官發財 兩樣都有 我一定來重献你 菩萨沒有聲音 你自己有聲音 不可能 當你嘴巴講 這次讓我升官發財 其實有一個聲音 白球的 沒有用 你自己在否定自己 外面人不會否定我們 你說你是最棒的 還可以 你說我是最棒的 連老天都覺得可笑 中文對別人跟對自己 你要分分清楚 當你說我是最棒的時候 你自己已經不相信 我為什麼說你自己不相信 因為你會伸出手指頭來 就表示你不相信 要用這個來加強 如果沒有這樣 我是最棒的 好像不像 我是最棒的 那就更不像 我們公為別人可以 我們捧自己 千萬千萬記住 最好是讓別人來捧你 而不是你自己捧自己 真正會吹牛的人是透過別人來吹 而不是由自己嘴巴來吹 我講個很實際的案例 有一個老闆 就把所有幹部集合起來開會 然後就說了 我比你們辛苦 你知道嗎 你以為當老闆好當啊 你們下了班 還可以看電視 還可以陪小孩 做作業 我沒有時間啊 你們看電視 我在想啊 你們陪小孩的時候 我還在處理公路啊 我比你們辛苦 你知道嗎 我問你 你講這話 有沒有效果 我保證你一點效果都沒有 下面的幹部坐在那裡 他會怎麼想 他會講 既然你那麼辛苦 你就乾脆不要幹好了嗎 你那麼辛苦幹什麼 還算是好的 另外只能說 你那麼辛苦 那換我來好了 我不會像你那麼辛苦的 你不更倒楣 一個老闆要表揚自己 要誇獎自己 最好是透過得利的幹部 你看一個得利的幹部站起來的時候 各位 我告訴你 我偶爾有事情去找老闆 不管八點九點 他都還在處理公路 不像我們在家裡看電視 照顧小孩 老闆比我們辛苦 你知道嗎 他還要站起來 沒有沒有 但是偶爾一兩次而已 所有人都說這個了不起 紅花要有利業陪襯 自吹自擂毫無作用 從現在開始記住 有些話別人可以講 自己打死的就是不能講 因為你講自由反效果 絕對沒有正面效果 這樣各位才知道為什麼要有些好朋友 就是他會從旁協助你 你跟你的兒子講 爸爸這麼辛苦就是為了你 兒子不會感到感動 他不會 媽媽講反而有效 媽媽她說你看 我們在這裡還可以聊天 爸爸還在忙 爸爸辛苦是為誰 為他自己嗎 為我們呢 搞清楚一點 有效 爸爸呢 要跟子弟講說 你看媽媽整天在家 好像媽媽沒有什麼能力是不是 事實上我告訴你 處理家事比我辦公還辛苦 小孩很感動 輪到媽媽來說 我做家事多辛苦嗎 沒有人感動 誰感動 誰叫你身為女生 活該 一個人啊 會捧自己的人 你要透過幾個好朋友 來捧你 其實我現在感覺到有些 大專生啊 那個腦筋 我真的不曉得他們是怎麼長的 你看教育系 得到這個辯論冠軍 他就會獲本系 贏得辯論冠軍 然後下面就是教育系獲 自己獲自己 那就證明你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就一句很簡單的話 一個人要自己吹嘘 就是表示你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你最起碼 你最起碼又有一個朋友會捧你嘛 那你幹嘛自吹自嘴幹什麼呢 七叔打馬是對別人的 八口吹牛是對自己的 就要搞清楚 就要搞清楚 吹牛一定要有相當的淤跡 否則 只有煩效果 稍微擴大一點 可以 完全沒有把它吹嘘得很多 那就是欺騙人 那是笑話 公為人家 也有適當的度 你把人吹得太高 連他自己都不相信 那有什麼用 我舉一個案例 什麼樣的人叫做會講公為的話 什麼樣的人叫做拍馬屁 當你的主管講完一句話 你馬上說 這樣做最好 這真是明智的決定 這不是拍馬屁是什麼 你說我不是拍馬屁 所有人都認定你是拍馬屁 連他都覺得不自宅 一個主管講完話 你稍微停一下 你說這麼一來 我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我本來有很多問題 就這麼一句話 我就沒有問題了 我又拍馬屁了 我沒有拍馬屁 我講事實了 停起來大家都很高興 你拍馬屁也要拍得人家不感覺很肉麻 你才是會拍馬屁 你一拍馬屁 所有人都在哪裡坐你不安 然後全身都發麻 那你拍什麼馬屁呢 對不對 到人家家裡面去 人家請你吃飯 你不要老談你的事情 那就表示目中沒有人存在 吃飯的時候最起碼講兩句說 哎呀 我們本來是來談事情的 想不到 海南嫂子啊 多牢了 他就很開心 你說今天這個菜啊 是在外面管著吃不到的 那就叫做挖苦嘛 所以有時候你講得太過分就是挖苦人家嘛 那人家受不了了嘛 過分的吹捧 就是嘲笑 就是挖苦 沒有人喜歡 你看我們今天最要命的 就是看到男的都叫俊男 看到你的都叫美女 那就表示中國沒有俊男 中國沒有美女了嘛 對不對 本來一個人長得不錯 你說俊男男的大家一看 不怎麼樣嗎 怎麼又俊男呢 各位你從心理學上你可以知道 你去問人家說這個電影好不好看 他跟你講這個電影非常好看非常好看 你去看以後你都不然很失望 因為你的期待值太高 英文叫做 expectation 你的 expectation太高 這個電影好不好看 好急的 是我有生以來看的最好看的 電影 你期望就很高 一看怎麼沒有 沒有那麼好啊 就很失望 這樣各位才知道 中國人明明拿好菜請人家 都說除茶淡飯 你一說除茶淡飯 這樣就很好啊 好得不得了啊 怎麼會除茶淡飯呢 你說我今天煮最好的菜請你 他一看 有沒有什麼好啊 有什麼好的 各位 跟你心裡頭那個期待值 剛好是相反的 所以我看過電影以後 人家問我 那電影好不好看 我說你自己去看 我不能告訴你好看不好看 你自己去看 你可以問我值不值得看 你不能問我好不好看 你說值不值得看 我說值得看 但是得不到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中國人講話 我去瞧不瞧不瞧 就是身上來要壓一下 你去著覺得也值得 也得到不少東西 那就好了嘛 不要 不要任意去期待人家的感覺 你沒有權利這樣做 我們要捧別人 要捧到什麼 大家都不會感覺到很難過 你要捧自己 要使自己 能夠為人家說 接受 我現在給各位一個難題 你當領導 你的副總 第一次到香港 回來 滿腔熱血 然後開會 他不談政經事 專講我到香港 怎麼樣怎麼樣 講半天 你怎麼辦 我問你你怎麼辦 你讓他一直講一直講 所有人的眼睛都看你 你當什麼領導 連這種控制力都沒有 你叫他不要講 他根本不聽你嗎 他繼續講 一個領導 連會場都控制不住 你當什麼領導 可是你有強制的方法 他為你面子掛不下 他不理你 他寧可下來挨罵 寧可下來跟你道歉 這就是七速打馬 八口吹牛 所造成的現象 我當領導 當我的副手 開始講他去香港怎麼樣的話 我馬上講話 我說李課長 你安排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專門請副總 來說他到香港的事情 今天我們爭取時間 副總 先把這個解決了 你那個事情 給你十分鐘也講不完 我給你兩個小時 專題演講 我就沒事了 我給他面子 我就是不讓他講 你跟我講什麼 要不然我當什麼領導 當領導被人家抓著鼻子走 被你架空 那誰扶你啊 可是你凶 所有人都同情弱者 中文就很難的 你一凶 他們就同情他 你一軟弱 所有人都罵你 中文難就難在這裡 西方人你讓他沒有面子 你道歉他接受就算了 中文你讓他沒有面子 你永遠沒有辦法去挽救 永遠沒有辦法反救 我說清楚一點 你跟一個外國人道歉 他接受了 就真的過去了 你跟一個中文我給你道歉 他問你 什麼事啊 你說就那天那種事情啊 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我對不起你 他怎麼回答 他說這種事情 你記在心上幹嘛 像我老早忘記了 然後照樣等你 管你那麼多 道歉就算了 那你以後可以天天都這樣亂來嗎 中文個人是一開始就做對 不容許做錯了才道歉 不容許 我們要求比較高 不要相信那一套說 我已經道過箭了 不要相信 那你說這樣不是很糟糕嗎 萬一我真的做錯怎麼辦 所以我們加上兩個東西 我們無心之過不法 因為我們一陰一陽之味道 一個人做錯了 他有兩種 一種是有意的 一種是無心的 有意的 你絕對不能放過他 無心的 你不要去計較 才表示你度量大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一個中文度量大 我們真的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麼樣子 叫做度量大 度量大是專門針對無心之過 那做錯的人要怎麼樣 不是道歉 而是善不過 其實《易經》裡面專門在講善不過 夫妻吵架 誰跟誰道歉我問你 誰跟誰道歉 夫妻吵架 誰對誰錯其實心裡都很明白的 只是嘴巴很硬而已 自己知道理虧的 那一方 不管是丈夫是妻子 你就倒一杯茶 拿過去就好了 你不要說話 他就知道了 中文人是用行動來表示 而不是用嘴巴來 抱歉抱歉 抱歉什麼東西抱歉 我們是非常實際的民族 抱歉又怎麼樣了 嘴巴說得好聽而已 對不對 妻子如果覺得最近忙不過來 沒有照顧到先生 那禮拜天呢 就親自上街 買多一點菜 煮一點 先生就知道了 一句話講完了 中國人 不相信人家講的話 他只相信自己的感覺 我不曉得各位是不是這樣 我不曉得 外國人是什麼話都要說出來 中國人你說出來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 這樣各位才知道 為什麼外國人一開口就是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中國人從來不講 外國人每次問我 你們中國人怎麼很吝嗇說我愛你 中國人高明就在這裡 我們哪裡不敢講 哪裡不會講 我們是知道不能講 你想想看你跟你太太講我愛你 你就很慘你知道嗎 那變成天天要講了 有一天不講你太太就懷疑啊 怎麼今天不愛我呢 外國人就是這樣啊 外國人男人要出去 回來回來 他說幹嘛 你沒有講過我愛你 講過我愛你才出去 那完全形式化吧 中國人是用真正的關懷 而不是嘴巴的我愛你 因為我們不相信你的話 我們相信自己的感覺 一個女人連哪個男人愛你 你都感覺不出來 那你還在幹什麼東西 吹牛要似可而止 適當的吹有效 吹過頭了 那個牛皮就炸掉了 就炸掉了 大家都很難過 你看到一個眼鏡說 你這個眼鏡很適合你 他聽到很高興 你這個眼鏡很高貴 我從來沒有看過 那你從來沒有看過 你怎麼知道這個高貴 你怎麼知道 你馬上就拆穿了嘛 我們只能講 我們人力所人極的範圍的話 絕對不要超過 這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問你你怎麼知道 你到過幾個地方 全世界最好的 我們到一個地方 沒有十次以上 你敢說你了解那個地方 我都不相信 現在不是啊 去過一次香港回來 就大談香港怎麼樣 這都很奇怪的事情 你看我到鄭州兩次 我都不敢講我了解鄭州 我怎麼敢講這種話 我不敢講啊 少林寺我哈馬灣去過一次 我怎麼敢講他怎麼樣 我了解不多嘛 不夠深入嘛 一個人 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在你能力之內 你去講這些話 人家聽得進去 人家聽得進去 否則的話 人家就聽不進去 你自己來幫助我 我為你送你 你去幫助我